哈囉,大家好,我是艾瑞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今年是JoJo動畫的十週年 在宋山文創園區的五號唱庫 有特別展開了黃金之星的JoJo特展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到宋山文創園區去試音響 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資深觀眾 應該都知道我自己本身非常的喜歡JoJo 大家聽到JoJo一定都是想到 哇,JoJo他們的服裝非常的特別 然後在衣服用色上面也非常的鮮明 而且最著名的就是什麼 超越模特兒般的JoJo姿勢 就算是你們有看過呢 JoJo這部動畫 相信你們應該都有看過JoJo的POSE吧 那我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非常值得大家一定要入手的JoJo商品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這次來看第一款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公仔類 那想必後面這兩隻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左邊這隻呢是Grandista的Dior 那右邊這隻呢是BWFC的陳太郎 那這兩隻呢在價格上面呢 我覺得算是還蠻親民的 也還蠻好入手的 在做工上面我覺得也都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趁現在呢價格還沒有標上的時候呢 都可以入手 那大家比較有興趣的相信應該就是前面這兩隻 那這兩隻呢是在2012年所推出來的 一般賞A賞世界還有B賞的白金之星 那左邊這隻世界外觀上面的表現 其實真的做得很細緻耶 不管是說啊他臉上的這個愛心 然後他的腰部上面的愛心 甚至是說啊 他的一些塗裝上面其實都做得還蠻好的 然後他的一些那金屬的鈕扣啊 還有說他的手環啊 也都呈現得非常的細緻 那我自己非常的喜歡他的地方呢 除了說他的那種姿勢上面做得非常的動態之外啊 還有把他在動畫當中的撞身池呢 那種特效件的方式來去做一個呈現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那白金之星他在色彩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的鮮豔 那不然說啊他的金色 然後臉部上面呢 是用藍色紫色來去做呈現的 然後我還蠻喜歡就是他的腿部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肌肉線條呢 非常明顯之外啊 然後上面呢我們也可以看到啊 他那種漸層色的塗裝 細緻度真的做得超級好的 然後他的手部這個地方啊 其實皺褶感啊 也都呈現得非常的明顯 然後他的頭髮的地方呢 因為他是做出啊 他要往前出招的姿勢嘛 所以呢他的頭髮的地方 他是做那種飄逸感 那一樣呢他跟世界一樣 他是有做出啊 他在動畫當中啊 他那種出招會產生出來的那種 撞身池的特效件 也都有呈現出來 所以我跟你們說這兩隻 如果你們在外面啊 不管是說代購網站啊 還是說啊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一定要把他們帶回來 因為這兩隻真的很難找了 這兩隻呢一樣呢 也是一番賞的系列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就是有一個角色 然後後面呢 再搭配啊他們的替身 右邊這隻呢 喬吳洛呢 就搭配他的替身 黃金體驗 然後左邊這一隻呢 附加拉提呢 他就搭配他的替身 鋼鐵燒紙 Tiple的部分呢 雖然說可以看到啊 他們是單一個顏色紫色 但是上面的視角滿滿喔 包含說啊 他的瓢銅標誌 胸口這個地方也有 然後腰部這個地方也有 然後上面的皺摺感呢 其實都呈現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他平鞋的地方呢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耶 上面的那個瓢蟲的logo啊 這麼小 他也可以呈現出來的超級好看的 然後後面替身的部分呢 雖然說他是屬於比較淡黃色 然後衣服的地方呢 他是採用黃金色來去呈現 然後也都有呈現出來 滿滿瓢蟲的logo 他臉部的表情啊 有點都是那種一號表情 就是有點眼神石的表情 然後上面啊 這去搭配啊 他的那個小的那個法式 然後衣服的地方呢 他兩邊袖口的部分啊 還有啊 他那個兩邊肩膀的地方啊 都有滿滿的拉鍊的造型 然後後面呢 他的替身啊 鋼鐵手指的部分啊 他的腰的地方可以看到啊 他就是有做出一個非常大的拉鍊 然後再往下看呢 到膝蓋啊這個地方 小腿呢一直延伸到 他的腳底的地方 也都是拉鍊的造型 超級棒的 那這個系列我會推薦給大家 他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特別之外啊 可以跟他的替身 融入在同一個公仔上面 像是我剛跟大家介紹過的 不管是Dior啊 世界 空鳥成泰啊 還有他的替身 白金之星 他們都是分開來的公仔 然後我自己啊 用搭配的方式 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這系列一般上呢 還有他的替身呢 結合在同一個公仔上面 我是還滿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呢 有看到的話 可以趕快入手 講到重點有沒有眼尖的觀眾朋友 有發現到我身上的這件衣服啊 跟副家庭有點像 沒錯 在2021年的12月呢 中間啊 跟JoJo連名推出來的 一系列的商品 橫換了六部作品 有短拼類 帽T類 襯衫類 外看類 還有配件類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跟大家介紹 第一類短拼類 首先第一件 JoJo的開端 以黑色做為底色 背後呢 有大大的絲骨裡面的LOGO 不要當初呢 就是戴上了這個面具 它就變成了吸血鬼 正面呢 是它每一畫 每一畫之間呢 會出現的TOO VCONTINUE非常經典的JOJO圖 第二件 空調成太陽呢 它每次的帽子啊 都會出現的圖案 背面呢 就是它的替身 白星之星 第三件的正面呢 可以看到啊 這就是DIO它躺進去的 箱子的圖案 後面呢 就是二卡它的能力 練血所呈現出來的這個DIO圖 那這張圖呢 它在動畫當中 也是有呈現出來的 第四件 第四部當中 所出現的暗邊路板 上面呢 就是有做出它鋼筆的樣子 就有它在動畫當中 金筆簽名的名字 背面呢 有三個圖案 第五件 巧姆中的短批 正面經典的LOGO 背面非常的漂亮 使用了黃金色勾勒出來 花的圖案 再把巧姆中的替身的劍呢 既然花一併呢 給勾勒出來 那一樣呢 邊邊就搭配了經典的LOGO 第二件 空調書呢 它被陷入關在監獄裡面 然後雪藍色就是 它監獄裡面的衣服 側邊雪人的蝴蝶四青 然後背面呢 也有監獄衣服的字眼 帶有特色的一件衣服 第二類呢 是襯衫類 然後總共有四種不同的款式 第一件 第二的短襯衫 然後它本身的提升呢 是世界能力呢 是可以停止時間 所以在襯衫上面 我們也看到 每一個呢 都是世界啊 在停止時間時候的畫面 然後再把它拼接起來 變成一件襯衫 非常的有巧思 巧姆中的襯衫 白色呢 作為底色 搭配滿滿的黃金花 一樣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拖了出來的建議機呢 瓢蟲的LOGO 那黃金配色呢 是非常亮眼 也很符合啊 第五部的主題 黃金之風 這兩件的短襯衫呢 它的材質呢 它是屬於比較軟的材質 那我覺得還蠻適合啊 裡面啊 就可以帶一個內打 把這個襯衫當中外照 第三件呢 即將指引的長襯衫 然後黑會膠塑 再去搭配它的替身 殺手黃墨的圖案 最酷的就是呢 它的領蛋呢 跟動畫當中 即將指引的 已經在打的是 一模一樣的領蛋 顏色呢 跟圖案啊 都一樣 這一點我覺得 真的還蠻酷的 第四件 岸邊路辦的長襯衫 白色底色 上面設計了不少的小草子 中間三隻鋼筆 那口袋上緣呢 經典的鋸齒狀的髮型的樣子 你們看它的內裡啊 就是可以把人臉 變成漫畫石耳的圖像 超級有草色 也帽T類 那總共呢 有五種款式 這一件呢 它還蠻特別 它是採用的是 縫衣的材質 唯一件呢 它是採用了棉質 那經典這樣搭配在一起 我們就非常的清楚 可以認得這個角色 第二件 Dior的帽T 上面呢 也有超多Dior的元素 帽子上面 背面還有腰部的愛心 都代表了Dior啊 它身上的配件 然後Dior的雙手呢 它是有金手環的 它是使用的滾芯片來去表現 背面呢 也有它小星星的胎記 第三件呢 暗邊入瓣 就是說它把它經典鋸齒狀的 頭髮都在帽T上面的帽子之外呢 跟帽子的內裡呢 就呈現出來在動畫當中 漫畫的樣子 超級酷的 那右手側邊呢 一樣有暗邊入瓣的簽名 那這件帽T呢 一樣啦 它是有附上的 暗邊入瓣 它鋼筆的項鍊 第四件呢 是天氣預報 那這件天氣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正前面呢 有小小的Dior logo 代表就是它的腰帶 那這件我覺得 最酷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有附上的天氣預報 它動畫當中 毛毛的那個帽子 那就連啊 它那個帽子 它兩邊的那種金屬角角 都有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件超級酷的 第五件呢 就是我身上所穿的 布加拉提的帽T 那這件帽T 它是毛衣的材質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整個 呈現出來布加拉提 它還有另外一個特色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肩膀這兩個拉鍊 這兩個拉鍊呢 它是可以拉開的 然後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 這樣將 你們看是不是跟原本的 不一樣 就是有小肉相間 性感風的感覺 我超級喜歡 這件有兩種不一樣的穿法 第四類 外套類 那第一件呢 就是陳太郎的PE 那這件呢 還蠻有厚度的 在小小的細節啊 呈現出來 陳太郎它的特色在 左邊有小小的鏈子 那外套的中間這邊呢 它的彩色的配色 代表陳太郎的腰 那背後呢 帶有新鮮的符號胎記 就簡單的穿搭啊 就可以駕馭這件外套 第二件呢 喬姆諾的風衣外套 那這件呢 它左右兩邊的圖案呢 是做對稱的 正面大大的經典logo 兩側呢 代表著黃金花 以及呢 它的替身件 這件呢 我覺得它不僅是說 男生都可以穿 連女生也可以穿 第三件呢 是布加拉提的 白色皮外套 外套上面呢 它一樣呢 是使用動畫當中 布加拉提的外套 來去設計出來的 肩膀兩側呢 一樣是有拉鍊的設計 第四件呢 是東方藏助的大衣外套 在配色上面呢 使用的是紫藍色 在零口的地方呢 有愛與和平的刺繡 有沒有看到這白色一件 不要以為它是標籤把它剪掉 它是在動畫當中啊 杜王丁啊 只要蒐集這個龜友貼紙 就可以換錢 所以在一集當中啊 他們有很多人 都去蒐集的這個龜友貼紙 我就覺得真的超級酷的 這一次中間 除了推出一世間的衣服之外 連動畫當中的配件呢 也一一給它呈現出來了 第一件岸邊路辦的包包 那因為它是漫畫家 所以都會隨身攜帶 它的畫畫背包 那這一款呢 不僅是說顏色啊 連款式都跟動畫當中 一模一樣 那正面呢 還有它的簽名 然後裡面呢 它另外還有附上一個背帶 第二款 杜王丁最受歡迎的美詩 聖傑曼三明治 直接呢 把它的外包裝實體化 連那種紙啊 折下去的樣子啊 也呈現出來 這個啊 超級多人喜歡的 水藍色的漁夫帽 那它上面的金屬的logo呢 就是吉祥之影替身的logo 這款拿的雖然說 它是蠻簡單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 它不管是說 搭哪一件衣服啊 都非常的適合 第四款呢 毛帽 那這一款毛帽呢 它是按照米斯達娜 它在動畫當中的帽子 來去做一個設計的 包含說 它的白色的網帳 還有說藍色 很像箭頭的這個logo 這次中間呢 跟九九聯名推出來的 一切非常好看的衣服 還有非常經典的配件 那大家呢 就可以斟酌一下 看看自己是喜歡哪一個角色 或是說啊 你是喜歡它裡面的 哪一部都可以自己去搜 那我自己也是 因為非常喜歡九九 所以我全部都有入手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九九非常值得 大家入手的商品 那詳細的購買資訊呢 我也放在底下的資訊 來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知道在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畫面別忘記要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 再跟大家見面囉 掰掰